这是孟子里面的一句话 天原将将大人与死人也 必先苦起心智 劳起筋骨 饿起体肤 空发其身 寻服乱起所为 所以动心人性 正义起不能 当中的天 是知谁 是谁 行服乱起所为 以佛法 因果道理 应如何解这一段文字 这个天 在佛法里面解释 是发现 你真正觉悟了 你就有使命感 你迷惑的时候 没有 你迷惑的时候 今天世界 社会这样的动乱 你要不要 挽救 这个世界 你要不要 帮助这个世间人 回头 生安 如果你有这个使命感 这就叫天 这个使命感 就是天 是指这个 从英国上来说 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 都有任务的 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 佛法说的好 人生 仇业 你过 你过去生 你过去生中造的业 你这一生当然是果报 过去生 过去生 过去生中造的业 过去生中造的我 那你来受罪 业英国报 业英国报 丝毫不爽 那这是天 可是 虽然是天意 如果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 能够断卧修善 有宏运 在佛法家 主持正法 对社会来讲 就苦就难 有这样的悲怨 能转变你的命运 可是下面 这些都是要经得起考验 没有这些考验 没有这些折磨 你不会有成就 那我们要问 祝福菩萨到来 也要经过考验吗 我们拿中国六祖会能大事来说 你看 他接受了一波之后 寺庙的人不服 要把一波抢回来 甚至于还想害死他 这大难 跑到猎人队 给猎人 做苦工 猎人打猎 他给猎人烧饭 做厨师 时间不短 做了剩五年 天天伺候这些猎人 他接了一波 他就成了佛了 佛还要照顾这些造作无业的人 上身的人 自己素食 还要煮这些肉食 去供养他们 一般人做不到 15年之后 这些嫉妒障碍 才慢慢化解了 大家把这些事情淡忘了 他出现了 不经过这些苦难 这些折磨 佛菩萨都要经过 那我们学佛 你能说一生很顺利吗 没有人折磨你吗 哪有这个道理啊 释迦牟尼佛在世 他那个僧团里面 也不太平 奇迫大多 在头 有一群出家人 对释迦牟尼佛的教会不满意 天天惹麻烦 这样呢 让释迦牟尼佛的制定规矩 就是制定戒律 如果这个僧团一团活气 释迦牟尼佛就不制定这些戒律了 戒律制定 正法才能救助 所以这些你看都是天意 都给你安排好了 经过这么多苦难阵务 大家对你弘法立身才有信心啊 一帆风顺的对你没信心啊 确实经得起考验 你所讲的你都做到了 佛菩萨所教你的 你都能够奉献了 也给大众带来了信心 所以孟子所说的这些话 事出世界大神大神 都不理会 这就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 要经得起考验 对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